自從1979年呢,我父親已經開始太陽能的企業了 我們的目的呢,就是把太陽能推廣到每一個人 所以在缺乏電的地方呢,就像比如在東南亞很多的鄉下 我們能夠使用太陽能呢,會開發到這些地區 其實Sunship的那個英文簡稱就是Sun South Asia Pacific 所以在我們開創這個公司的時候呢,就已經有打算走出新加坡 向往就是東南亞還有澳洲市場 東南亞是一個很大的市場,特別是對太陽能的企業來說 因為我們東南亞很多國家呢,包括很多人都沒有電 利用太陽能來發電呢,可以直接可以提供電到這些缺乏電的地區 其實電呢,在每一個國家都算是一個政府會控制的一個行業吧 在新加坡就是有一個比較廣闊的就是一個open market policy 就比較,政府就鼓勵不同的retailer來賣電 所以在新加坡有超過十家賣電公司吧 可是在很多我們的鄰國呢,東南亞地區呢 這些賣電呢,只有是政府本身 所以你要在進軍這些不同的國家 其實要跟當地的政府要有很大的合作 你才能夠在那邊賣電 而且在新加坡,我們比較熟悉就是 如果我們說到就可能做到 在東南亞很多國家都未必如此 有時候能夠說到 可是做到這方面呢,可能要比較慢一點 所以就是我們的那個生產力呢,在新加坡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到其他國家要有很多耐心 國外市場當然是非常大 我是從亞西安的角度來看 包括了印度跟中國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年初呢 參加了一個印度的太陽能項目 就是投標了一個太陽能項目 它本身這個項目已經是140兆瓦了 一個項目就140兆瓦了 所以因為它有一大片地呢 在這些片地那邊安裝太陽能板 在我們新加坡呢,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我們花了大概四五年的時間 才遷到了180兆瓦 每一個兆瓦相對著一個足球場這樣的一個規模 所以如果180兆瓦需要180個足球場這麼大 所以我們新加坡根本沒有這樣子的地面 都是利用屋頂上的方位 我們才能夠安裝這個太陽系統 有些行業,比如說飲食行業 在新加坡做得很好的話 未必要擴充去海外 因為新加坡人太愛吃了 對不對 所以好像我們太陽能這一行呢 需要的就是面積 太陽的面積一兆瓦就好像一個足球場這麼大 對不對 如果你需要很多的兆瓦呢 你需要走向海外 你才能拿到這樣子的一個面積 我們新加坡官司去海外的時候呢 有時候會碰到不同的困難嘛 就是要了解當地的情況還有文化 還有當時當地的金融當時的情況 所以最好是在新加坡先做好自己的功課 能夠去好比如說尋找IE Singapore 他們有很多workshop呢 能夠幫助你給你資料 當地不同國家的資料 先做好功課的再去其他國家 歡迎收看《時事講堂之看見未來》 我是逸婷 今天我們要談論的課題呢是 起步公司與企業全球化 所以我們看到了SUNSEAF的董事經理 他把目光投放到了就海外了 然後也通過獨特的這個太陽能租賃的模式 然後進軍了這個東南亞市場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來了在座四位 就是年輕的本地企業家了 就是第一位呢就是這個MunaSense的楊鴻蒙 第二位是Shopee總裁冯志明 第三位是Silicon Street總裁陳亮鴻 第四位是Selfo聯合創辦人謝鼎立 我們也邀請了國家發展部兼 貿工部政務部長徐寶坤一生 來跟我們一起談論一下 本地的這個創業文化以及企業未來的發展 所以今天呢我們在座四位呢 其實也都是年輕的企業家了 所以可能可以跟我們先分享一下 作為一個企業家其實應該具備什麼條件 難道說是都要是男生嗎 我覺得作為企業家第一點最大的就是 你要意識到會工作得很艱苦 因為通常的企業家一周裡面 平均六到七天都在工作 平均十二到十五個小時一日的那種奮鬥 在這個當然呢你背後就要有一個很支持你的另一半 要有一個有時說是不屈不撓的精神 而且這個企業呢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這個路程 所以一踏進去的話呢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可能這個一個是一個十年半載的這個這個路程 我覺得就是除了這些還有一個是眼光很重要 什麼東西可以做什麼東西不可以做 要不停地調整 然後另外一個是就是不斷學習得了你 因為你經常會走一條別人沒有走過的路 就是我們自己也不知道它會通向何方嘛 然後一定要在一邊走一邊學習一邊調整 這樣才能走到正確的方向 那麼大家創業也有好幾年了 公司都成立了幾年了 那麼有沒有對於我們的這個本地的整個創業的整個生態 有一些什麼樣的看法嗎 我在2006年念完書回國的時候呢 那時候已經開始去觀察新加坡的那個起步公司的那個生態環境 不過那時候在2006年的時候呢 很少也已經有開始提倡一些冒險啊 早期創業啊 不過真正社會的那種接受點跟企業家的那個量 也可能還沒到那個火候 16年跟06年10年之間的那個對比呢 我覺得有很大的進展 不僅僅只是政府的推動 也是東南亞的那個宏觀 還有做國際化的那種對東南亞市場更有興趣 的確這幾年政府在加強這個創新企業跟這個起步公司這方面 這塊創新的這個生態環境方面呢 的確是有下了一番功夫了 那比方說我們現在在BioPolice One North那一帶就提供了一個 一個空間呢 讓起步公司呢 有個地方可以落戶 那同時呢 在這個地方也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可以交流 那在交流當中就可以襯托出學習的一些機會 彼此學習 彼此切磋 那麼從中呢 也可以可能得到一些新的商機 那在融資方面的政府也加強了在資助起步公司啟動的時候 所需要用到的一些資金 比如說我們startup的時候會給他大概五萬元的這個啟動金 讓他們呢在起步的那幾個月有一些資金呢可以流動 在當然我們也儘量撮合呢 創新企業跟我們這些大型的企業之間的一些交流 希望他們可以彼此互相扶持 那大企業也可以帶動新興的企業 讓他們更好的進入市場 那我們看那個那個video的時候 山西就說了他們一開始就已經放眼國際市場 因為新加坡畢竟市場是很小 大概五百萬人口 如果說起步公司一開始就放眼國際市場的話 那你進軍市場的策略 就跟針對新加坡市場的策略完全不一樣 在融資方面的策略不一樣 在組織公司的業務方面也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們也是極力的在鼓勵 我們的這個起步公司呢 盡量放眼國際市場 部長政府有一點幫不到的呢 就是企業家在每天晚上回到家裡的時候呢 要承得起那個創業的壓力 這一點就是由我們自己扛在肩膀的 因為我們在企業的那個創業的那個路途上呢 遙遠在旅程上呢 對很多不同的參與者都做出了那種承諾 這種壓力 必勝的那種壓力呢 唯有企業家自己才能扛在肩膀上 的確 剛才世衛所說的一些很重要的 一些創業的因素 比如說要有耐力 要有毅力 要有那個恒心 同時也要用那股熱忱 要有那個一邊創業一邊學習的那種精神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很多時候可能要從失敗中學習 把失敗當時成功之母 從失敗中吸取重要的經驗 希望下一次在攀這個高峰的時候呢 可以達到頂尖的那個那個境界去 好像我們知道鼎翼他其實是在上學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創業了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上學以後 然後創業的一些面對的困難嗎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上學的時候 創業其實是一個最好的時候 所以如果要是很多人問我 其實最好是創業的時候 我覺得上學 為什麼呢 就因為你就沒有很多 很多一些來不立體 就是你沒有妻子啊 你沒有孩子 不需要跟他們解釋 為什麼你要打破你的飯碗 來做這件事 那是好的一件事 但是因為你沒有工作經驗 就很多東西你可能要自己學習 付一個人多少錢 這個人的價值又在哪 怎樣去衡量他 這些都是我們覺得 就比較難面對的一些事 但是就是要必須就是很快的學習 做錯了就趕快的改變 要認錯 在這方面 鴻蒙有沒有一些經驗的分享 因為你本身其實是工作了十多年 然後才放棄了工作 然後去創業 那我本身呢就在金融界 公幹了在差不多十三年 之後才出來創業 那當然那個時候呢 很多人都問我 你鴻蒙你瘋了 怎麼這麼好的工作 這麼高興的工作呢 你就放棄就走出銀行界 來成立這些公司 而且這個是搞金融科技 那個時候金融科技 是一個非常陌生的一個概念 而且在金融業呢 也受到許多地方的監管 那很多人就說不行的不可能的 做不到的不可以的 首先我需要批准的 所有一個人呢就是你的老婆 那我就是跟妻子 就談了一談就說 我就是這個商機呢 就給他pitch了給他了 還好他也是從金融業出生 所以他也看好這個商機 所以要先說服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 對 非常重要 我本身當時沒有妻子 但是有女朋友 所以是一樣的 另外一版 非常重要 你要並肩作戰 對 要不然你一個人 固定作戰的話 太辛苦了 對 那麼大家覺得說未來 就是可能已經經歷了幾年的創業經驗 就覺得未來我們的整個創業的 那個大環境 會怎麼樣改變呢 我覺得關鍵上 還是一個心態上的變化 大家對這個事情 越來越接受 我覺得以後的發展的話 有幾個方向 我覺得可能會讓新加坡環境變得越來越好 第一個方向呢 就是更多的企業對這個區域的市場更多的理解 這個東西不是一天就能達到的 這東西是很長時間的經驗的積累 一代一代傳下來的 第二個呢就是新加坡還需要一些龍頭企業來帶動這個Ecosystem 小企業都是個好事情 可是如果有些大企業可以把這個事情 很多事情它需要一個scale的 特別是這個怎樣培養技術人才 怎樣培養一些專業的 就針對這個行業的專業人才 這需要一些大企業去推動 然後第三個就是資金上的支持 新加坡的這個投資環境還是以中小的投資為主 然後很多企業它需要下一步 譬如說到幾千萬到幾億的資金支持的時候 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我覺得這三個方面會是以後 讓大環境變得更好的方向 所以大家覺得說 現在成敗的關鍵因素在哪裡呢 我們雖然有大的期望 但是我們在製造我們的產品 還是服務的時候 能不能適合那個市場 因為我們英文叫做Product Market Fit 因為你找不到這個切入點的話 其實是不能做的 還是你必須趕快地改變 錢不夠用的話 那就是沒了 那所以財務管理這方面 其實要做非常妥善的這個處理 如果用一個比喻來說 企業家都是像一個跳入懸崖的 一堆人 一組人拿著一張紙 在空中拼命地在折 折出一個紙飛機 才不會墜毀 上面嘛 對不對 所以從取捨到堅定 到那個財經方面 都很需要全管齊下 所以亮侯你把它比喻得很好 所以就是一個很大的冒險 所以其實新加坡 現在就有面對一個情況 就可能很多年輕人會覺得 我讀好了書 我為什麼要去 就是他可能想窗 他有一些想法 但是他會覺得 我這個風險很大 我要怎麼跨越這個東西 因為我害怕我失敗 然後我就怕輸怕死 這樣的心態 所以大家覺得這樣這個東西 我們能夠怎麼克服呢 我個人是在做了一份工 做了三年多過後 遇到了貴人 被拉進了創業的這個領域 我覺得創業是一種 人生的一種方式 生活方式 當你一決定了 以創業為什麼方式呢 不管你是在打工 或是在創自己的公司的話呢 都是一樣的 所以是一樣的 是我的心態 那我被拉進來了過後呢 跟我這個導師跟夥伴 學了很多 我建議年輕人 盡全力去尋找 適合他們的導師 牽引他們到新的一個層次 所以政府要怎麼開創更多的貴人 讓更多的這些年輕人 克服這個心理的障礙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要 希望呢 成功的企業家 就是創業有所信得 而且已經 已經不只是跨入門檻 而且已經達到最高境界的 那些成功的創業者 可以考慮怎麼樣子 回饋這個社會 就是扮演著一個導師的角色 更重要就是我覺得 教導他們怎麼樣 從失敗中在求生 因為我們說創業嘛 不是十拿九穩的 如果大家一面對第一次失敗之後 就放棄那個創業的這個勝局 這樣子的話 我們永遠看不到成功的創業者 這樣整個生態系統呢 就就會被削弱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如果大家有那個肯拼的那個意思的話 從失敗中學習為何失敗 從中學到很好的一些啟發之後呢 重新開始的時候 就不要再重蹈覆責 這樣子成功的機會呢 就可以又再升高 我覺得帕書本身 並不是一個壞事情 帕書的反 和帕書一樣的 它是想贏嘛 它就是 它是有drive去做這個事情的 但是你的問題在哪裡 問題不是帕書 問題是因為你的想法 造成你的格局變小 當你做一些決定的時候 你會因為一些小的事情 來失掉一些大的事情 就比如說 我們想早一點賺錢 我們就專注做一個市場 做一個小市場 而放棄了你有可能 做一個大市場的機會 這是一個格局的問題 它本身帕書我覺得 並沒有問題 所以對於一些現在的企業 可能也就面對了這樣的問題 就是它 它要再想它的下一步 要怎麼走 它可能會希望 進軍到國際市場 像海外發展 這樣出去 孤注一致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 大家會覺得說 本地企業有面對 就是要走向下一步的話 要國際化 要怎麼做呢 不同的企業 有不同的緣故 可能要出外的 但是有些企業 是必須出外的 尤其你是做 比較是高科技的企業 可能你的市場 在新加坡是真的是太小 是賺不到錢 所以你就必須 真的是去出外 但是當然能解決一些風險的方式 就是你要做好一點一些分析 比如我們自己的公司 是一個科技公司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先派人過去探查市場 本身自己去了解市場 才做這個決定 我是覺得企業都應該考慮 比較積極地探索海外的一些市場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新加坡市場的確太小 那另外一方面是因為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個很開放的經濟體系 如果新加坡的市場受到經濟影響的話 那如果你的全盤生意都是住進新加坡的話 那新加坡單一市場受到影響的時候 您的生意就肯定受到影響 所以應該考慮 以一個強化自己企業的一個策略 就是把它分散到各個不同的市場去 那除非真的是一個國際性的一個問題 要不然的話很少是後悔說 每個市場都受到同樣程度的影響 有些企業是可以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鞏固 那要確保你的生意不是全盤 遇到風險的時候就全盤失敗的話 很重要就是說先鞏固一定的基礎之後 在這個基石之上再建立下一層 那如果上一層那個樓塌下來的話 您還有一個基層不是一失敗就打回遠近的那種狀態 所以肯定會嘗到一些失敗 但是您的失敗不是全盤的失敗 所以在這方面您的生意的發展的策略就很重要 就好像我們攀高峰一樣 您不是說要一步登天 一跌的話就從最高點跌到最低點去 那必須說我們講一個basecamp 第二個basecamp 第三個basecamp之後 才可能最適當的情況之下做一個判斷 然後再攀風 那麼各位經過自己的一些經驗 會不會覺得新加坡企業就是進軍海外方面 有具備一些怎麼樣的優勢呢 其實是我們可以善加利用的 新加坡這邊匯聚的人才不單是本地人 從各個國家周邊的人才匯聚在新加坡 還有一個是除了跟本地市場連接 還有一個跟先進市場 它的這個連接度也更強 譬如說美國有什麼新東西出來 譬如說像日本韓國有什麼 或有去中國有什麼東西新出來 新加坡的感知度會更強 就我們會更早地知道 然後我們會想怎麼樣去把它用到 在當地的市場 在我們周邊的市場上去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優勢 我覺得我們新加坡的企業呢 應該要了解到你們在新加坡 作為一個新加坡企業的時候 占到優勢是什麼 第一 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品牌 本身新加坡的這個生育很好 所以您作為一個新加坡公司 帶的是新加坡品牌的話 這個是一個您應該應用的一個優勢 但在用這個優勢的這個同時呢 也要確保您維護新加坡的名譽 跟這個品牌的生育 要不然呢大家都同一條船上來 您把自己的這個品牌給毀的話 不只是斷了你自己的後路 也斷了其他人的後路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第二呢 我們新加坡是東南亞的國家之一 而且是在東南亞 這個屬於地理位置的這個中心點 所以也要很好的運用 我們在新加坡在這個東南亞這個優勢 進一步去了解周邊國家的這些經濟情況 了解他們的一些風俗 他們經商的一些情況 因為這樣子呢 您占的優勢呢 就比海外國家想進入同樣一個市場的優勢 強得多 那如果有這方面的知識的話呢 如果有這些外國公司想要找人合資的話 您就是他們的首選 所以應該美化自己 讓自己的這個優勢呢更加強化起來 那第三呢 就是要了解到我們新加坡 當然我們在教育方面有很好的優勢 現在我們政府在警力在加強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所以在這方面呢 有了比較強化的社會安全網 大家就可以稍微放心一點去創業 去冒一點點風險 因為呢 比起二三十年前 我們社會安全網可能還沒有這麼加強之前呢 大家如果說丟了飯碗的話 全家都跟你一塊而二 所以那種考慮呢 可能在現今的這個發展的階段當中呢 可能就沒有像以前這樣子的 那麼多後顧之憂了 所以希望企業家呢 就在這種情況之下 繼續利用新加坡的優勢 去進軍海外市場 所以我們今天也謝謝部長 謝謝在座各位的分享了 那麼希望我們通過這樣的一個分享 能夠激勵 也啟發更多的年輕人勇敢追夢了 去朝他們的創業夢發展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